一樣的DW2好了以後 我們要建立元件 框選它按滑鼠右鍵 轉為元件 這時候把它命名DW2 尺寸是140x250 讓它可以連接至任何平面 軸向的部分 讓它是歪軸的 切割平面 這樣子我們在元件庫裡面 就有DW1、DW2跟W2 這三個窗戶了 來同學試試看